好 媳妇儿 我胜利归来 送出去了吗 媳妇儿 你这个主意太高明了 是吧 和人家张总合作 你说给人家送点东西 送钱不合适 对呀 是不是人家也不能收货 送瓶红酒 太绝了 人家笑纳了 是不是 那你这红酒从哪儿买的 花多少钱呢 就咱小军门口那个红酒专卖店 那能行吗 国际名牌 那老板跟我是好朋友 卖给别人一万 卖给我四千 那这真够意思 那当然了 我也说张总这个人 不光爱喝红酒 而且还收藏红酒 专家 拿过这瓶红酒来 还有那个表情啊 在那把玩呢 你填上啊 喜欢呢 爱不释手啊 这回行了 我跟张总的合作 那可成功了 行 老公 你赶紧做饭去吧 我也饿了 你坐去吧 能不能像点老爷们赶紧坐下 我 哎呀 见光邻居们都了解我 我就会吃 怎么大姐夫呢 大姐夫怎么还不下班 哎呀 哎呀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不好意思啊 回来 有点事回来晚了 竟然不做饭了 我在小区咱们食堂啊 打了几个菜 赶紧吃饭吧 好 大姐夫 我说你天天忙到啥呀 这么忙呢 哎呀 别提了 咱们小区外边那个红酒专卖店呢 让工商给查封了 那房子不是咱们物业的吗 我们物业今天配合一下 啊 不是 大姐夫啊 等会儿 红酒专卖店怎么了 被工商查封了 不是 为啥呀 你们还不知道这事啊 我不知道啊 来来来 我跟你们说说吧 不是 怎么回事 哎呀 情况是这样的 咱们小区外边那个红酒专卖店呢 卖的是假酒 啊 一瓶红酒 十块钱的本 你猜他卖多少钱 多少钱呢 那老板卖四千 我跟你说 最要命的是 老板刚才刚交代 说今天上午有个傻子 刚买了一瓶四千的红酒 我跟你说呀 那个假酒可不能喝呀 喝不好容易出事啊 哎呀 什么呀 这咋的呢这是 他就是那傻子呗 啊 这假酒啊 哎 刚刚四千块钱买了一瓶 就老板说那傻子是你呀 我也不知道那是假 在哪呢那假酒 送人来 送谁来呀 就咱们小区那张总 啊 你送他酒干什么呀 他不是有个工程吗 我想分点活干 我就给人送点酒 哎呀 这假酒可不能喝 对呀 我知道 赶紧去吧 把酒拿过来 快去快去快去 对对对 快点啊 我不等会 我拿不回来呀 怎么呢 你这都是做生意的 我好人送点酒 人家都收起来 我才给人要 我这脸往哪搁呀 钱书芬我告诉你啊 那假酒可不能喝 你明白不 搞不好喝出事来 万一张总要是喝了出了事 你付的几则吗 我可付不了这则 赶紧去 对呀钱书芬啊 你赶紧去 你说你这送去 我觉得你还是要人命去了 赶紧来 我不知道那是假酒 那你得要回来呀 我没法去要 你去要呗 我怎么去要啊 我要跟人家不熟 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告诉我 你肯定有好办法 你这么着吧 你给张总打个电话 你就说请他来吃饭 菜都好了 就是没有酒 把他把那瓶红酒拿过来 然后咱们想办法给他换了 大姐夫 行行 就是我的救命 赶快打吧 太好了 赶紧打 快打吧 我跟人家又不认识 我可不能打这个电话 我怎么我还给你求人家办事呢 我没法说 你打 是这个电话吗 对 第一个就是 我刚给他打了 张总啊 你好 我是物业的赵刚的 你晚上有事没有啊 我想请您吃个饭呐 那太好了 那个我这菜都有 我就是缺一瓶红酒 哎 那个你等会啊 是吧 哎 你那不是有一瓶那个国际大品牌的红酒吗 啊 哦 对 有一瓶 那那酒呢 拿出来啊 我送 送人了 我送谁了呀 我送给张总了吗 哎呀张总啊 他说那瓶酒送给你了 对 啊 你要把它拿来啊 哎呀那太好了 太好了 好嘞好嘞 就等你这瓶红酒了啊 好嘞 搞定 哎哟我天 哎哟你 大姐夫 我发现你现在脑瓜点上有个缺儿 啊 背后还有俩板 啥东西啊 确实 哈哈哈哈 大姐夫 我发现你现在撒谎的水平进长啊 你尤其你撒谎脸不红心不跳 关键还有人信呢 哈哈 当然了 我跟你说 你们家全盛峰说瞎话 嗯 一说就让别人看出来 是为什么呢 我说别人看不出来 就是怎么呢 因为我是咱们家正义的代言 对 我是轻易不骗你 我一骗骗一骗 那你这头子呢 哎呀 哎呀大姐夫这事啊 真得感谢你 哎呀 哎呀你先别谢我 现在最重要的呀 就是得想一想 这个假酒拿来以后 怎么处理 对对对 不能让张总感觉出来 对对对 首先啊 咱首先得把这个酒 想办法换下来 对 是吧 如果真的换不下来 也不能让张总 把这笔假酒喝了 绝不能让他喝 张总那么大老板 万一喝出事了咋整 对对 那你说这瓶酒怎么办呢 哎大姐夫 啊 你不是在喝红酒吗 你什么意思啊 啊 你让我喝这假酒啊 不是大姐夫 按道理啊 这瓶假酒应该我喝 但是 二美丽不是怀孕了吗 你总得让我跟孩子 见上一面吧 我女儿也才九岁呀 她也没成年哪 没事 你把她交给我呀 我一定把妞妞培养得 像我一样优秀 那我女儿就像完了 哎呀 你行了大姐夫 真的不行的话 等张总来了 我就跟她喝 你带她待着 你喝什么你喝 要喝我们哥俩一块喝 完了 上下我是必须得喝的 你赶快 喝之前 我给你大姐打个电话 你给她打啥电话呀 我先嘱咐一下呗 万一我出来啥事呢 哎呦 大米亚 能回来一下吗 我跟你说呀 往后孩子和家 就交给你了 这么多年了 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爱你 啊 我有病啊 是 一会儿我就该病了 一分啊 我也说两句吧 咱们家除了你知道的 那些钱以外 还有两张银行卡 就在咱们家大衣柜 放袜子那个堆里头 密码是你的生日 让我再听听孩子的胎心 也也也也也 行啊 我说你俩大姥爷们 至于能够交代后事似的 那你是不是用我现在 打个120 我让急救车在门口后着呀 可以啊 可以什么呀 至于吗 哎 哎呦 前总啊 哎呦 哎呦 好好好 来了 张总 哎 来来来来 你好 张总 酒袋来了啊 大蓝就这瓶吗 哈哈 二米 哎 来 酒杯拿过来 好的好的 来来来张总 快坐快坐 哎呀 这酒拿过来 这红酒好啊 这红酒好啊 刚才我突然有这么个想法 你说你说大姐夫 我觉得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了也没喝过酒 对 是吧 这个我想咱们今天不喝红的了 咱们喝点白的 太好了 热闹了 对对对 叔叔把这红酒说 哎别别别别 不是你们要喝白酒你早说呀 不是你这这这么好的酒我都打开了 你打开在干啥呀 就是这酒太好了自己提前打开今天起来醒了 哦 哦 哦 味好啊 今天就喝这个 必须喝这个 哎呀对对对 行行行行 必须喝必须喝 哎呀大姐夫 哎 你你当上吧 哎 哈哈 当上 当上啊 当上吧 当上吧 好 对就喝这个了 好 好 哎呀 到 到 到盘 到盘 到盘吧 到对付留付留去 哎 付留付留去 到盘 哎呀好好好 哎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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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来 不是请我喝酒吗 我得喝点吧 嗯 那个 他能喝吗 他不能喝 啊 张总啊 你把杯子放下 我们家呀 有个规矩 您是最尊贵的客人 对 哎对 我们两个敬你 你看着就行 那个张总 情况是这样的 对 我们家有个规矩 对 就是敬酒的时候呢 是敬酒的人喝 对 被敬的人 先不喝 他是不喝的 哎呀你们家这规矩 挺任性啊 哈哈 那行那我 我看着 那你们敬吧 好好好 哎 来吧 大姐夫你先进吧 哈哈哈哈 别 是不是 哎 你先吧 你说你跟张总 你们俩人是有业务的网 合作的伙伴 这杯酒怎么你 你先进 你那时候你先进 哎 大姐夫 今天这个客是你请的 你打电话邀请张总过来的 是吧 这酒你得先进 不是 你是咱们家手术 对吧 你手术你得先进 哎 你是大姐夫 我不能没大没小啊 你大姐夫要是这样 这不就成了以大欺小吗 不合适 你喝 你喝吧 你喝 哎呀这个墨迹 我先干为敬 放下 放下 你什么事 我们俩一块喝 来 一块敬啊 来 好的好的 干 哎呦我的天 好喝吧 好喝吧 不是 好喝 咽呢 好喝 好喝啊 好喝咽 咽 这啥意思 爱 爱喝 哎呀 我求求你们俩 你们快喝吧 我急自我了 你快说 嗯 这啥意思啊 这好酒啊 也放嘴里再醒两分钟 嗯 来来来 我陪你俩喝 来 嗯 嗯 你不用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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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喝了 哎呀 张总啊 啊 那个刚才是我们哥俩 敬了你一杯酒 哎 是吧 为了表达我们的敬意 啊 大姐夫再敬一杯 我 大姐夫你敬一杯 那个单独敬一杯 不是 那我来点呗 你不用 你是尊贵的客人 你看着就行 大姐夫刀上 刀上 刀满 哎呀 不留不留地 哎 对 刀 接着刀 对 大姐夫 刀一个 大姐夫 来一个 好的 你确实过大姐夫 他这个人很热情 很好爽 大姐夫 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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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好 好 好 行了 行了 你们这个意思都表达完了 啊 这个 二姐夫就让他先等会儿 好事成双 大姐夫再来一个 刀上 负留负留弟 找酒 好 负留负留弟 好 大姐夫 走一个 大姐夫 走一个 大姐夫 走一个 不是 你不能都让我喝 是不是 你不能渴着一个人干的你啊 不是 你是大姐夫 你好事成妆啊 是不是啊 该你喝一个 我喝不了 我觉得这样行不行 我 我制裁一个 我 他要制裁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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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您是最尊贵的客人 该他喝一个 天 这么费劲呢 喝点酒 我喝 喝下 干什么玩意 你能喝吗 你现在怀的孩子呢 别捣乱 那谁喝呀 我喝 给你 大姐夫 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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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跟你做情形 我算倒了八位子 没了 我告诉你 你答应我的事 你可别忘了 明白吧 你放心 照顾好 我的妻儿老小 全都交给我 走一个 来世再见吧 好 好 来 来 给我 大姐夫 扶着 大姐夫 你喝的有点急 大姐夫 赵秀 那个 那个 都 敬完了 我喝点 我还没敬呢 我还没敬呢 我没敬 我 对 该张总定了 张总来一个了 张总 你坐着 怎么了 不是 我说你们家 怎么回事 这请你喝 你们家这什么规矩 先派人给我送一瓶酒 然后说请我喝酒 还喝我这瓶酒 然后我来了以后 看着你们喝 还有人看着你们 不留不留不留 都喝没了 我不看着了 我回我自己喝 张总 你这张 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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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说实话 我张总 对不起 我刚才到你家去 给你送的那瓶红酒 是假酒 我大姐夫 把你喝了以后出事 这身体出毛病 所以才想了这么一招 实在是对不起 老钱 你知道我这个人爱喝红酒 对啊 我还搜索红酒 是 我们家那一瓶墙 全是红酒 是 你今天到我那去 拿这瓶酒 我这一打眼 我就知道它是个假的 你知道是假的 怎么不告诉我呢 那我多拨你的面子呀 我能那么做吗 你就是送我一个 四千块钱的真酒的 我也不能要啊 我们的假的 你怎么就收了呢 我怕你在送别人家 坑别人家 有可能 你别 不是 不是 不是那这瓶酒怎么回事啊 你这瓶酒 这是我的 这是我对着你那瓶假酒 找出来的一瓶真酒啊 我这瓶酒 我 我两年酒贵的 我 我藏了十年了呀 我当初买它的时候 四千块钱一瓶了 你算一下 它现在是多少钱 让你们全扶留扶留 我一打就 赵刚子 你可真行啊 啊 人家张总这瓶酒 十年之前 就四千块钱啊 现在十年之后了 什么意义啊 是 假酒过期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一个千万别哭啊 对对对 你也对得起我这瓶酒 我跟你说喝多了你那红酒 你你你呱呱呱呱呱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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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千万别多 别耍红毛啊你对不起啊 小董啊对不起啊小董 小董啊对不起啊哎呀 暖暖的春风明明吹 昂花拖不开 起来 一头暴暴春风飞 情人心花开 起来